今天头条的升级大会在几天前刚刚结束 最近头条又低调的上线了商品搜索的功能 逼着体验之后 发现在搜索框中输入指定的商品之后 会跳转到头条自己的电商体系棒性更 在并没有指导商品的详情页面 如果要到详情页 则需再跳转一次 看来目前电商系统还未完全打通 基于头条这样的动作 一些媒体认为 今日头条要试水电商 结果安理 京东最核心的蛋糕 但笔者并不认同这样的功点 翻版今日头条这几年以来 与电商有过交集的动作 2014年今日头条上线电商特曼是其首次尝试 当时通过算法推荐之后 将电商广告投放于各个用户的信息留言面之中 用户点击广告之后 进入到阿里 京东的一些电商平台 这样的尝试一直持续到去年9月上线 头条自由电商平台放新购 放新购上线之后 今日头条将其入口不至到头条旗下 所有有用户规模的产品之上 直到今年 头条表面上对电商开始加速 首先是将放新购拆分为两个产品 分别覆盖不同的领域 另外还上线了一款名为直点的电商化APP 表面看来 今日头条在电商领域是稳扎稳打 逐步推进 但其实自卖的依然是广告 最早隐藏于信息流的电商特卖 只不过电商平台或者平台卖家的商品广告 与其他广告没有什么不同 而头条的放新购 或者直点依然也是电商广告 虽然平台 自营 在不具备供应链体系的今日头条 只充当了商品信息展示的作用 收益的实质依然是广告 因此 笔者说 今日头条并不是想切分电商蛋糕 而是另有所图 随着头条产品局真的不断完善 它已成为互联网圈首有的流量网产品 所以 头条在尽可能的开发这些流量的剩余价值 但其实目前为止 整个今日头条产品举证中 90%以上的营收都来自于广告 不管是开评广告 还是内容结束广告 可开发广告的地方 基本上都有覆盖 这是它的长处 必端在于长期依赖于这一项收入 让其风险的操能力会大大降低 在资本市场上 也不能获得更高的估值 滴滴在今年出现安全事件 让其估值大跌 这对头条就是侧面的提醒 同时今年内含段子被关闭 也算是直接的打击了 所以 头条要跳出依靠流量卖广告的循环 要向资本市场证明 自己除了能卖广告之外 还可以卖东西 这才是其真实的目的 所在打造多元化的业务营收结构 当然 至于这项能力有多强并不重要 只需要用此来撑起自己的股值 就已经达到目的了 现在虽然整个股市环境不好 但等到牛市来连之时 头条把这一块坏的肌肉量出 就足以证明 其实 就真实情况来说 头条退出的商品搜索 离真正的电商业务还太远 头条的整个产品与用户的关系是 让内容信息流染 这个 链条中不存在交易的环境和场景 这是现有用户对产品的共识 即使现在头条因为有巨大的流量 将商品交易增加到中间环节 那又会产生多少的转化成交量呢 用户有用为何会来到头条搜索商品 而不去淘宝 京东搜索呢 这些问题都是无法说通的 电商这几年的发展轨迹中 我们看到了行业 逐渐在闪机细化 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最起初淘宝最先举起 数以万计的商家都这个赛道来淘金 但后来 田猫 京东强势发展 很多的消费者 也是更加信赖这样的平台 伴随着电商消费需求多元化 一些专业 垂直领域 如网易烟选 小米油片 海淘平台 生鲜平台等这些电商平台 也逐渐走上正轨 从这个轨迹中 我们能看到 现在的消费者根本不缺购买商品的电商平台 而是在众多电商平台中选择更危险来 更有保证的平台购物 这些因素比拼的是电商平台背后 整个供应链运营体系 而头条又在这些方面 支配多少的积累和能力呢 头条在电商领域向上发展的天花板早就有了 在PC时代 百度掌握搜索的咽喉药道时 百度自己就已经做过搜索购物 现在却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腾讯对流量的霸占要比头条早得多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拍拍 义讯却仍然没有竞争过京东和天猫 最终的结局是将拍拍 义讯并入到了京东 腾讯也放手了千里千 为了电商业务 你能说腾讯没有头条的流量多吗 显然不是 搜索和电商之间还有很大的红沟 虽然今年六月 微信也上线了商品搜索 但微信的商品搜索 当时仅限于京东商城 可以理解为为京东变相的增加了一个流量入口 反过来的微信也只是补缺了自己的生态体系而已 特别声明 本文为DONUS签约作者原创 文章版权规券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专载请联系DONUS专栏获取授权 文章盡 文章 兰赫末末朵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